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10周 不断深化的政治危机正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 在香港有分行的台湾金融公司中信金表示 会高度关注香港作为亚洲金融市场的地位 是否将受到改变 反送中运动取消延烧 有香港网友号召要在8月16日 发动银行大挤兑抛售中港资产 而金港会统计台湾金融业 对香港铺嫌总金额为一兆两百八十二亿元 外界关注在香港有分行的中信金 是否也会受到影响 香港分行第一个是并没有经营任何的 所谓的零售业务 所以大概而且是85%都是美金 我们相信说这个大概应该是 像雇主委讲的所有的台资银行 应该都不会受到影响 港府迟迟不撤回逃犯条例 政治动荡也影响到经济 从六月份抗争活动以来 港股市值已经蒸发接近五千亿美元 高选最新的报告预测 如果香港情况没好转 香港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成长率 可能零成长 对于整个经济面的影响应该是相当的大 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相信大家都会在思考 也应该会对于所有在驻港的这些机构 这些外资机构来讲 会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 尽管现在香港还没出现外资大量出走的情况 但政治困局迟迟无法解套 香港政治危机正在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 外媒蓬勃也高度关注 香港身为安全可靠商业枢纽的地位 将面临不可逆转的损失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纪人张苑田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